素食者也残忍 科学家已经证实植物会听到自己被吃掉的声音观看数 272人素食者也残忍 科学家已经证实植物会听到自己被吃掉的声音 很多素食主义者不愿意吃肉 是为了减轻动物的痛苦 他们觉得吃肉太残忍了 但密苏里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吃素更残酷 因为植物能够听见自己被吃掉的声音 还会努力反击 一些园艺爱好者认为给植物听音乐 它们能长得更好 平时喜欢养花花草草的威尔斯亲王查尔斯也说过 人和植物交谈非常重要 植物们还会对一些话题产生反应 因为这些话 它曾被人嘲笑 但现在的研究却发现 它是对的 研究人员 Heidi Appel将毛毛虫放在植物上 用镭射器和反射装置 记录毛毛虫吃叶子时植物的反应 结果发现植物变得具有防御性 他们听到自己正在被吃后 分泌出了很多介子油 这是一种毛毛虫不喜欢的物质 Appel表示 我们的研究首次探索了植物如何对生态学相关的震动 做出反应植物的叶子被吃掉时 细胞的新陈代谢会改变 这是它们的防御措施 植物们不仅能听到自己被吃掉的声音 还能听到周围其他的声音 但它们不会对风声或其他对它们没有危害的声音做出反应 植物没有神经细胞 却能听到声音 还能分辨出哪些声音对自己有害 Appel表示 这项研究为植物行为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窗口 让我们了解植物与动物一样 对外界影响有很多类似的反应 只是反应的方式有所不同 吃肉残忍 吃素也一样 到底怎么办啊 你打开了吗 牛肉残忍 你就要懂啊 大麻烦